Hello 新年快了 虎年大家吉祥 身體健康 呼呼聲威 沒錯 她的中文比我還好 虎年大家吉祥 對了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說 龍精虎猛 財富君君來 大家就是發財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和Sharon 我們都恭祝大家 最重要的是 未來一年IRCC的Backclock 麻煩你快點清掉我們 就沒有虎主就好了 沒有虎主 這個虎主就沒有了 這個虎主就沒有了 好了 今天也有些問題進來了 不如我們先說一下 因為那些問題都和我們的東西都挺有關係 不如 好 那就來了 我們仍然有第十 我們都很快要拍第十集了 但是都有很多問題 多謝支持 多謝支持 是的 很多問題都進來的 那先說一下吧 Sharon 第一條問題 是的 我的情況和另一半 未來六個月才同居 六月才同居 九一年 他已經申請了Open World Permit 因為他要趕在九月前到加拿大工作 才行到Stream B 我們在想等他的Open World Permit 先批了 然後等到六月才申請我的Spout Open World Permit 他十二月申請 當時是寫了自己是Single的 因為我理解就是因為未夠一年 就不是Common Law Partner 所以想問 那這個是不是OK的呢 是不是OK的呢 是的 先說一下 他還有下半部分的 因為幾天看到Facebook 有些人批了之後 結婚再申請 Spouse Open World Permit 都被失敗了 所以這個是關鍵 是的 現在我們是接到一些 這樣的個案來問我們的 其實他有時候不一定是失敗 有時候他先做了 原來是Procedural Fairness Letter 現在其實我都開始有些朋友 都直接來問我怎樣做 我們通常都幫他處理 在作為持牌移民顧問的角度 我都會想去提一提大家幾樣東西 你申請了Open World Permit 他批了 然後你等到六月才申請 你Spouse Open World Permit 除了你是Common Law之外 我會很擔心你夠不夠證據 如果你不夠證據 你寫的東西都不齊 我覺得你會有很大問題 你現在同居未夠一年 你還未算是Common Law Partner 你填了你的Single 是OK的 他寫了Single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你想 真的要這樣申請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不要做Common Law Partner 這麼簡單 我覺得你真的要穩陣一點 就結婚 穩陣一點 真的簽份分書 結了分你才好再申請 還有你要有足夠理由 我都看不到你們 如果你說同居的話 其實他可以說你同居的理由很薄弱 就算你有了單那些東西 有了所有的證據 他都可以告訴你 其實你同居真的證據很薄弱 他不會被批准 所以很大機會是有機會這樣的拒准 好 還有因為有這幾天看到有人 結了分再申請SOWP 都失敗了 這是另一回事 他是根據移民法 他就說Session 11 就說你是結婚 他就覺得移民法 Session 11就不批准 或者你是犯了移民通例 就是Regulation 裏面Session 4 裏面那個叫Marriage of Convenience 就是叫做為求 不擇手段達到目的而去結婚 所以那裏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其實我就建議大家這些事情都是要小心為上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他在這個Situation 他在香港結了婚才再申請還是怎樣呢 結了婚才再申請會好些 那要等多久呢 就是結完婚再等多久還是怎樣呢 你結完婚 你起碼都打算三個月四個月 minimum的了 如果你說你立刻申請的話 其實移民局一定會出 Procedural Fairness Letter 一定抽請你的了 因為現在最流行就是我們經常都說 玩爛了這個制度 哇 玩爛了這個Open Work Permit的制度 那變了大家都會出事的 那我不想大家又在這裏拿了東西 不如都是正正當當 你要小心點 小心點做也好 小心使得萬年船 如果不是你一說不批 你又要再重新申請 那也是煩的 那所以譬如他結了婚 這個情況他叫了婚過來 幾個月後再申請 那過來就可能要你很多 Proof of Relationship 那就是下一條問題 其實下一個人又是有一些這樣的問題 那我再問下一條問題 好 那Spouse Open Work Permit Proof of Relationship 經過Social Media對話紀錄 在Screenshot Message 和找電話公司出錄影 就能夠 還是要export這麼多年 WhatsApp Chat History 加Certified Translation 長期間的Proof of Contact 要怎麼證明呢 其實都是跟 類似那樣 很多時候大家申請這個 公司開辦公室 或者一些公司 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怎樣證明得到 原來你是真心相愛 你的聯絡是正常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說有幾件事 第一 你怎樣把通話紀錄 整出來 如果你是 社交媒體的通話紀錄 還有你最重要是有些照片 還有你長一些聯絡 還有你中間有沒有寄過某些東西給別人 例如你說我有沒有寄過一些禮物送給對方的 或者我有沒有做過一些東西 例如我有沒有 知道有時候寄一些卡 有些人會的 有些人會寄什麼的 寄一些Christmas card 那些男生會哄女生的 是不是 是的 我不知道這些好像很少 那有沒有一些生命一點的 沒有生命一點的 現在在說WhatsApp查 WhatsApp查就更加多 WhatsApp查或者Facebook查那些 麻煩你找出來 你越多就越好 你最重要 就一定要找Certified Translation Translate完還要找Notary幫你簽 Notary簽完 告訴你 Yes就行 不可以 Notary會說這個Translation是OK的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你就可以聯絡回到我們 Info at going to Canada.ca 我可以幫你組織一些 Surfer Translation的 還有你越多這些Chart history就越好 而且最重要是Translate一些 除了在生活之外 麻煩你 Translate多一些腦骨的東西 例如呢 就是越腦骨的東西 那些就Translate多一些 我看到會對大家好一些 就是因為 還有你最重要是 你選擇是要不同的 period去選擇 你是在這個period 你不要跟他 Translate整個 這兩個月說不夠的 你多一些 你越多的period就越好 那這個對於你的submission 都會有多少少的幫助 好 就是愛要表達 這一刻他就要看這些東西 用愛國人的方法去證明你 例如如果你們說 我想說在這個位置 中國人不是那麼表達的時候 這樣就輸了 當然不是的 有時候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我都有一些 有些些parental的東西 就是說如果你是有些 我經常都說 就是我很想念你 我很想抱著你 抱著你來親愛 所以就要翻譯 最好的那些 最好的那些 如果你的情人節有送花 如果你有那些 原來他送了你 收花的記錄 拍了一張 然後就說 D-Pass 是的 多謝 OK的這個應該有 是的你應該有的 謝謝你 謝謝寶寶 謝謝寶寶 那些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的男生同學 女生說寶寶很喜歡你 那些 那些是 下一題 行了 不要再說 如果 我不可以再說了 我被人丟了 有人想聽你說寶寶 好 如果申請美國簽證 美國簽證 拒絕了 日後對 spouse permit apply PR 影響有多大呢 其實是會有影響的 所以大家 如果你是拒絕了 然後你申請PR 或者你申請續期的時候 有些事情你沒有寫清楚 尤其是PR 然後他會問你 喂 你有沒有 有沒有被其他情況被人拒簽 之外 拒絕入境 這些一定要申報的 如果是有的話 你是會有一個問題 你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我都建議你 老老實實去申報 還有如果你真的擔心 如果你是拒絕的話 你在這種情況之下需要的 是要了解你是因為什麼情況 被人拒絕申請美國簽證 這個我是更加關心的 好 在這些情況之下 你的PR的application 更加需要找這個的 這個持牌移民顧問去幫你處理 因為可能拒絕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有很多原因 甚至在某些情況之下 是需要美國的一些的 叫移民律師幫你 特意去申請一些report 回來看的 是的 這個可以是要另外的做法來的 不是就這樣普通的rejection 這麼簡單 請問有BNO 申請就申請BNO給他 你用特區護照就申請特區護照給他 不需要檢查10個護照 因為加拿大的政策是這樣的 是容許所有人 容許所有人 保持不同的護照 加拿大是一個好自由國家 你是可以有多重國籍 不知雙重三重 你可以有10個國籍都可以 有10本護照 加拿大不會理你 總之你看一下你用哪一本的護照 去申請就可以了 你用哪一本護照 例如你說我有一本新加坡護照 我用新加坡護照申請進來 加拿大 研究規定 開放網絡 沒有問題 你這樣說 這樣說 新加坡沒問題 但你現在香港只有兩本 BNO或者特區護照 只是掃描特區護照 BNO不需要告訴他有 甚至 所以很多這些問題 我都鼓勵大家繼續去問 好 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繼續在副主局 收到很多的質疑 記得按讚和訂閱 還有一個好消息 我們其中一位苦主 真的等了四個月 等了四個月 四個月之後 已經說他有這個 有這個OWP 其實他在我們副主局那裏 經常都等著等著 頸都長 終於星期六晚 我看到他 報起 是的 報起很開心 或者是 我也替他開心 沒錯 因為他真的等 因為他已經飛了過來加拿大 是的 所以其實如果他等了四個月 都沒有 他真的每個月都很擔心 是的 所以我們都等他 是的 因為他在加拿大 他拿著一個Tours Visa 這樣等 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只能留在加拿大六個月 這個都是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如果不是的話 他可能就要想一下 他會不會去其他地方 但是end up 他就可以現在拿到一個open work permit 他就可以留在加拿大那裏 那就很恭喜了 另外我們副主群人數繼續創新高 今天現在到我們 現在都有七百多人了 七百二十多人 所以我們都很厲害 希望大家到時 都希望我們繼續幫大家 如果大家有問題 我們會在這裏幫大家解答 還有接下來二月頭 當我們這裡有一個open work permit 剛剛好做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一舊生產計劃 一舊生產計劃 我們會有一個special 跟大家去討論 接下來OWP 這件事會如何繼續發展下去 我們會和大家再調查多一點 好 今集時間到這裏了 記得留言、按讚、訂閱 我們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聊天 再和大家說一下OWP 這個救生退計劃會發生什麼事 好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